欢迎收看为啥换这车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紧凑级轿车 那么这个价格你会想到谁呢 随着我们中国品牌的不断进步 各家也都推出了非常优秀的产品 比如我旁边这辆吉利兴锐 这辆车在这个价位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那么这辆兴锐跟它同级别同价格的合资品牌相比表现怎么样 今天我们也是找来了大众素腾还有本田思域 咱们来一次真道真枪的对比 咱们先来一一介绍一下 先来说吉利兴锐 这是吉利基于CMA超级母体架构 打造的第一款轿车 CMA呢大家一定不陌生 其实CMA架构有点类似于大众的MQB平台 它可以根据车型的不同来改变车辆的轴距和轮距 所以这个架构也让紧凑型车能够拥有更高级别的车型表现 虽然星锐定位在紧凑型轿车 但是它的车身尺寸已经接近很多中型车了 包括车身宽度比A4L还要宽 和今天的两台合资紧凑车型相比有大一号的感觉 在造型样式上 星锐的设计更加的大气稳重 那么配置上跟思域还有速腾一样 都是配备了全LED大灯 不过只有星锐配备了自适应远近光 功能性上更出色 而速腾身上只有售价超过19万的顶配 才会具备这项配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大众速腾 MQB平台最大的结构是横置发动机 从小型车 紧凑型车和中型车 以及相应级别的SUV都可以采用这个平台 可以说MQB平台的推出 也降低了大众的一些研发成本 同时在这个平台下 推出的车型也会越来越多 那么和3MA架构相比 这两个平台它和推出的车型范围不一样 3MA平台都是应用在紧凑型车 及以上的车型当中 所以在车辆级别上 3MA的定位要比MQB更高一些 其实在车身尺子方面 速腾也比很多紧凑型车大 甚至于已经超过了标轴的C了 整体风格看着确实还是很有档次感 有点小麦腾的感觉 接下来就是思域了 它并没有什么平台的概念 只是一款同级别当中 注重动力和操控表现的家用车 相比速腾来说 它的定位明显要更年轻一些 凭借多年的用户基础 思域在这个级别也是属于大老地位了 对于外观设计上 星锐和速腾都属于是比较稳重成熟的类型 思域更多的还是表现出了一些运动特点 至于好看不好看 每个人的选择也都不太一样 关于设计就聊这么多 在配置方面 星锐使用了18英寸轮圈 而且18英寸的轮圈样式也很好看 更有运动感 三辆车的后备箱空间 我们分别用登机箱进行了一个展示 那么综合来看 三辆车的后备箱空间 在同级别里都是属于非常不错的水平 好说完了外观 咱们再来看一下内饰 从内饰的设计来看 这三台车都做出了自己家族化的一个设计风格 从用量层面看 这三款车的表现都很好 也都是同级别当中的标杆 而在整体的样式上 星锐表现出了更多的质感和科技氛围 思域则给人的感觉更倾向于年轻化 那么至于速层 还是贯穿着大众多年来的稳重风格 当然了 相比之前还是好了一些 配置层面 极力的车机系统 在今天我们对比的三台车型当中 可以说是毫无悬念的胜出 从屏幕的细腻程度 对于语音识别的能力 以及功能性上都要领先这些合资品牌 而且星锐的车机系统还支持OTA升级 这个不断升级 可以让你的车机使用 越来越符合你的使用习惯 同时也会随着系统的升级而不断进化 速层的车机虽然比不上星锐 但是比思域还是要强一些的 除了支持CarPlay CarLife 手机互联功能之外 它还支持语音控制和第三方的APP这些功能 尺寸在今天我们对比的这三款车型里是中等 分别率表现还不错 所以说如果你比较在意车机的系统 跟屏幕尺寸的话 那么星锐跟速腾还是比较吸引人的 那么来到思域车内 这块显示层的尺寸 在今天的三款车型中是最小的 反应的速度还可以 但是功能性上 确实要比星锐和速腾差了一些 至于这什么语音控制系统 咱们还是忘了这个功能 车内配置层面的差异 我们对今天拍摄的三款车型 进行一个配置成的罗列 各位可以看一下 整体来看 星锐在配置上还是更占优势的 好 那么看完内饰跟配置上的差异 咱们再来看一下乘坐空间 现在三台车都已经调整到 适合我的驾驶坐姿了 咱们先来看星锐 前排我的头部 距离车顶还有三指的距离 星锐的第二排 我的头部还是有三指的距离 腿部有一拳三指的距离 思域的前排 我的头部还有三指的距离 第二排 头部还有两指的距离 腿部还剩三指的距离 速腾的前排 我的头部现在距离车顶还有两指的距离 速腾的后排 头部空间 现在距离车顶还有两指的距离 腿部可以看到还有差不多一拳三指的一个距离 就后排空间来看 速腾跟星锐是差不多的 但是速腾的后排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鼓包 如果要是后排满载三个人的话 中间这位应该不会舒服 那么关于座椅的舒适度方面 星锐跟速腾的座椅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速腾的副驾座椅还支持一个高低调节 对于副驾驶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静态说完了 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动态 星锐全系使用的都是2.0T发动机 加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这样一个组合 这台发动机190马力 在今天我们对比的三台车里表现是最好的 无论是起步还是中途加速 动力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 变速箱的平静性控制的也非常不错 在比较拥度的路况下也不会出现明显的顿挫 底盘的部分星锐的厚重感很强 而且悬架对于路面的颠簸过滤的非常全面 遇到一些大的起伏也可以很好的拉住车身 不会说让人感觉呼呼悠悠的 能有这样的一个表现和它采用的3MA架构肯定是分不开的 那么操控部分呢 星锐在城市中使用很轻松顺手 方向盘的转向精度呢也很好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速腾 当你从2.0T的星锐换到这辆1.4T速腾的时候呢 会感觉动力相对弱了一些啊 如果你想要更好的性能 那么显然星锐是更适合你的 在这个马力机正义的年代啊 这个动力能多一匹是一匹 尤其是星锐比速腾多了整整40匹 不过虽然没有那么强的一个动力啊 150匹马力的动力表现呢 对于日常使用来说也还算是够用的 搭配这台七速甘式双离合变速箱 换挡速度足够的快 起步之后的换挡表现呢比较皮肤顺 只不过在遇到堵车的时候呢 还是会出现一些顿挫感 平顺性相比于星锐的湿式双离合来说要差的一些 另外呢就是这个甘式双离合变速箱 在多年之后它的一个耐用性 多少还是让人会有一些担心 驾驶感受呢 我觉得在同级别里边是中等偏上的水平 比大多数的日系和韩系车都要强 速腾的这场驾驶比较轻盈啊 大众呢毕竟也是造车很顿的一个企业了 所以说一些行驶的标定不会有任何的问题 但是要是跟星锐相比呢 我觉得还是星锐的驾驶感受更让人印象深刻 最后呢来说一下思域 首先在动力方面啊 思域这台1.5体发动机 动力表现呢还是要比速腾强一些的 177马力220牛米的动力 日常城市使用肯定是高的 不过呢跟星锐相比啊 星锐更有优势 主要呢是在动力储备这里 我们知道思域的车重呢是1.3吨 星锐呢是1.5吨 星锐虽然更重啊 但是2.0T的动力 不管是坐一个人还是坐满 动力都是非常充胚的 这一点我们在60脉 或者80脉超车的时候感受是最明显的 毕竟思域的排量呢还是1.5T 只有在转速提升之后 中后跃的动力才会感觉好了一些 底盘悬挂部分 思域的整体调校呢还是偏向舒适的 相比于星锐来说呢 质感和厚重感都不错 只是在遇到比较极限的一个状态的时候呢 对车身的支撑没有那么硬朗 整体呢算是一个优秀的水平 最后呢就是噪音方面 思域的这个表现啊就很一般了 尤其是从星锐换到这两台车上 噪音的提升呢还是比较明显的 速成的一个表现呢跟星锐差不多 两个车呢基本上是同一个水平 不过总体都是要比思域好了不少 在10到15万这个价格区间里呢 星锐绝对算得上是一匹黑马 它呢已经不仅仅只是在中国品牌当中进行厮杀了 通过今天的对比呢我们可以看出来 它对于同价位的合资品牌来说 也是有很大冲击的 抛出品牌属性 从产品本身来说 星锐相比于我旁边这两台紧凑车型的老将相比 一点也不示弱 再加上CMA架构的应用 使得这款车即使是和合资的中性车相比 也不一定会输 速腾和思域作为征战多年的老将 凭借自身强大的市场保有量 品牌影响力上还是要更有一些优势的 而且确实还是有很多朋友更愿意接受合资品牌 不过呢经过这次对比 确实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品牌在产品力上的不断突破 合资车真的要小心了 好了感谢收看这期 为啥换那车我们下期再见